暑假快要结束了 暑期当大火的演习攻略也接近了声 凭借该剧女政火了 短章秀美的复长皇后火了 看似温暖时则毒辣的先飞火了 就连晨气十九的黄桑也再次活跃在观众眼前 不过最火的还是要树牙字必报的未解了 其实说的未营落的扮演者无几言 她真的可以说是十八年模一线 从大二开始她就已经开始演戏了 到目前为止 她所参演的作品不下二十部 比如老炮儿中路边乞讨的那个林茵小女孩 守护令人生令人讨厌的朱琪琪 无问题东中的佳人林徽音 更可惜都是些小配角 在演戏攻略之前几乎很少有观众认识她 基本算是十八线开外的 不过正因为这些角色的不同 她的演技也在各种配角中不断磨砺出来了 在和李小鹿搭戏的守护令人中叫朱琪琪 这个虚荣女人角色眼活了 以至于后来网上很多入戏太深的观众都在骂她 除了得到许多观众的认可 余正也曾在微博里面夸奖她气质清新大雅 演技精湛夺人 另外 她的演技在一定程度上算是得到了冯小刚的点赞 在老炮儿中 她跟冯小刚演的对手戏 最近还有网友爆料 在《我不是潘基连》电影的世戏中 吴锦岩也参与到这个过程中 饰演女主李雪莲 可后来角色被范冰冰截胡了 消息一出 便也来了网友的微瓜 依次范冰冰方的博主回应此事 作为替身 而且只是替了一场戏 就不要拿来说是 女主定装失戏了 似乎也是不满范冰冰被说截胡的事 并告诫于正宁小自家艺人消停点 暗示其炒作和曾热度 还有一些爆料说其实是白百合的替身 因为之前她今年原定主演是白百合 可以说是众说分寻 很多人见此回应 不免跑到微博下吐槽 有小伙伴更是直言 先不说其他的 替身这个说辞太假了 两个人的体型差距那么大 怎么当替身 而且就两人的演技而言 大部分网友认为 吴锦言首部单单主演表现算不错了 相比出道二十多年的范冰冰强多了 回顾一下范冰冰的作品 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 除了金锁五月 似乎也没什么让人印象深刻的有挑战性的角色了 其实不管电影我不是潘金莲 在这件事究竟是怎么回事 都得承认一个事实 吴锦言逐渐凭借为解红浪 作为一位出道多年默默无闻的演员 也算是一次后继不发了 这也充分说明 也许你今天再给别人替身 但指不定哪天就会翻身做主演 人永远不要忘记自我成长和进步的机会 吴锦言就是一个例子 在这边